宋毅为了郭麒麟聚演思藤 犹豫之间反被景天戒呼 在思藤爆火之后 很多人都在夸景天 说他是接对了角色 思藤人物实在是太有魅力了 单纯中带着霸气 是介于女王与公主之间的气质美女 然而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这个角色 最开始定的人选并不是景天 而是宋毅 在思藤还在筹备阶段的时候 宋毅就和制片人在社交平台上 有过一次友好的互动 由于思藤是根据小说改编 所以很多看过原著的小说迷 在得知思藤将会被影视化之后 纷纷在社交平台向制片人推荐了 有着旗袍美女之称的宋毅 制片人看到宋毅的呼声很高 考虑到剧中思藤爱穿旗袍 于是呢 制片人便向大家说自己会考虑的 宋毅也回复了制片人说 自己想试试 看他的意思是想要出演的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觉得 宋毅出演女主 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了 然而 等到电视剧开机的时候 女主人选却变成了景田 至于宋毅为什么会和思藤失之交臂 因为啊 当时还有一个剧本找宋毅演 从拍摄时间来看 另外一部找宋毅的电视剧 应该就是《坠序》 坠序的男主角是曾经和他一起 合作过庆余年的郭麒麟 而思藤的男主呢 是连杨幂和迪丽热巴都没带火的张彬彬 就在宋毅在这两部剧中摇摆不定 迟迟不肯下决定的时候 剧组找到了景田 那个时候的景田正处在感情的转折期 整个人都没有了曾经的活力 在看过工作人员送来的剧本之后 景田在思藤这个人物身上 找到了柔弱和坚强 他觉得这个角色和自己很像 很符合自己当时的心境 立刻就对那出演了 想来啊 景田能把思藤演得这么活灵活现 是因为他融入了自己的真情识感吧 虽然说宋毅没演成思藤 但坠续这部剧的热度也很大 也给他带去了不少的关注度 所以说错过思藤 对于宋毅来说 也并非是一件坏事 不过呀 对于景田来说 虽然是接盘出演 但这部剧对他来说 就像一个大馅饼 一举扭转了他多年来 在观众心中的花瓶形象 不过这份成功 真的来之不易 景田为角色替眉毛 穿旗袍卡到脸红脖子粗 你敢相信 思藤的那对绝美的柳叶眉 是化妆师意外造成的吗 其实景田原本的眉毛 是很粗很厚的 当时导演一看他这个眉毛就说 不行 这不是思藤的眉毛 要剃掉一点 然而呢 化妆师在操作的时候 突然手抖了一下 然后啊 景田的眉毛就剩下了一点点 导演就说眉毛要修 要修得比较细 有一天那化妆师真的是一手抖 后半段刮眉了 就是我卸妆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都变了一个人 为了弥补这个意外 化妆师给他画了一个 非常细的柳叶眉 没想到导演看到后 居然非常开心 说这个就是思藤的眉毛 我只有眉头有一点眉毛 然后后来就变成了一个 非常细的一个柳叶眉 他也说这个对了 这个就是思藤的眉毛 然而思藤是绝美的 景田是崩溃的 每当景田卸完妆之后 看着没有眉毛的自己 都会吓一跳 在眉毛没长出来之前 他是真的不愿出门 所以其实拍摄的过程中 和拍摄之后 我眉毛没长出来的时候 哎呀 我真的不愿出门 因为我自己也不会画 除了眉毛呢 景田在剧中还有一个特点 非常的为人称道 那就是他的服装 因为在这部剧中 导演曾多次客串 就连去探班的记者 都会被抓取当群演 然而 就是这么一个 看起来很穷的剧组 却给女主角 预备了几十套的戏服 剧中啊 景田饰演的思藤 服装造型一套又一套 就像一场旗袍秀一样 前十六集 就换了二十七套旗袍呢 关键是每一套 都是又精美又好看 不少人都在感叹 剧组的经费 怕不是都用来 给斯腾搓旗袍了吧 实际上 斯腾的旗袍 并没有赞助商 全部呀 都是剧组自己搞定的 景田在剧中穿的旗袍 要么是造型指导 李蒙手工制造 要么是他自己的私藏 然而 这些旗袍 虽然穿起来非常的漂亮 但是景田在穿他们的时候 可是受了不小的苦 在剧中 斯腾有一套黄色的衣服 是一件皮质的旗袍 穿着那件衣服 只要一坐下 脖子处就会收紧 景田时常觉得 自己的脖子都被卡粗了 我做那个黄色的那个衣服 是一个皮子的一个旗袍 就经常我一坐到那 这里一个收紧 我感觉卡得 我脖子都粗了 那种感觉 在斯腾剧组 时常要爬山下坡 这对穿旗袍演戏的景田来说 实在太难了 所以呢 他经常都是穿着登山服 爬上爬下 然后啊 在找地方换旗袍 斯腾的很多景 都取自香格里拉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山上拍戏 旁边的山上还有积雪呢 这种情况下啊 景田也要穿着旗袍演戏 还要光着脚 因为太冷 他每天都会吃很多东西 还得光脚啊 好冷好冷 然后也每天吃很多 因为太怕冷了 这么一看啊 演员确实是很不容易 但实际 剧组比演员还要更不容易 在海拔四千米的山上拍戏 斯腾剧组又多不容易 斯腾这部剧 真的是太良心了 全部都是实景拍摄 整个拍摄周期 历时一百一十七天 全组人员走过了一万三千多公里 足迹遍布云南香格里拉 西双百纳和大理 力求为演员 为观众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 然而这种身临其境的氛围 使全剧组所有演织人员 用汗水 甚至是用命换来的 还记得剧中的黑背山山洞吗 这是一场很重要的戏 几乎是所有的人物都在这里出现了 场景很是复杂 这场戏呢 需要剧组在大山洞里面做一个机关 这个机关需要很多人去控制 剧组精挑细选 选了一个自带大坑的山洞 那个坑大概有一米二的深度 他们自己还要在里面搭建出一个安全高度 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 这还不是剧组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要说最难的 还是刚开机时 在香格里拉拍的那段戏 剧组拍摄的山平均海拔是四千米 面对这种高海拔拍摄 剧组每天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怎样把拍戏所用到的车叫到山上 怎样制造翻车的现场 这些呀都是难题 不过难解决的还是缺氧的问题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一个人在高海拔地区走路都会穿 而演员要在四千米的山上跑来跑去 工作人员每天要扛着各种机器上山爬坡 在四千米的山上演员要跑 工作人员也是 爬上爬下很多东西都是要肩背手提的 一个剧组里几百号人 每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都是爬山爬到一半就开始吸氧 还记得斯藤和秦放第一次相遇的那个《暗纯沙》吗 这场戏当时惊艳了多少人啊 然而在拍这场戏的时候是在一个山奥里面 天气冷就不说了 关键是在高海拔的山上掉微氧 真的是听上去就让人缺氧的 在拍近景的时候 大家的手里都拿着一个氧气瓶 只要导演一喊停马上开始吸氧 拍近景的时候 手上都是捏着氧气瓶 导演只要一喊卡 就开始吸氧 再加上山里面的天气可不像城市里那样风和日丽 大风大雨说来就来 这些情况呀 都让剧组的拍摄变得格外艰难 能坚持把这部剧拍出来 还拍得这么好 剧组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为什么斯藤可以成为国产网剧 难得的精品之作 这或许就是原因